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三立准气象 我是潘大刚 东北季风增强 我们在银风面总是容易下雨 下雨的时间又比较倾向在早晨跟晚上这一段时间 当温度降低的时候 我们下雨的机会又特别多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 我们来看一下可见光云图 可见光云图每十分钟每一次的间隔 光是看云的移动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东北风的强度其实是蛮强的 另外就是从桃园以南地区 我们基本上看到其实云并不多 都有多云到晴时多云的一个情况 比较明显整天都盖在云里 大概是桃园以北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然后宜兰 然后甚至于到达花莲以北地区 整天都在云里面 这些云里面持续就在下短暂雨 这个雨有的时候大一点 有的时候小一点 这个雨在东北风的吹拂之下 随着山脉开始往上爬升 然后之后就开始在固定的地方下一些雨 今天雨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阳明山 不过到了晚上 这个雨会是在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山区 然后当然也包含了宜兰一带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温度 这一波的冷空气 基本上从今天开始 明天后天大概有三天的时间 最冷的时候大概是明天清晨跟后天清晨 我们看到今天的低温出现在淡水 19.8度已经出现了19度的低温 但是中南部的高温 今天还是有30度左右 尤其是像台南跟高雄一带 明天我们中南部地区 仍然高温还是有29到31度 这样的高温 我们看下雨的情形 比较明显的是在阳明山 阳明山的累积雨量 到达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 已经77毫米了 预期一整天如果它累积雨量超过80毫米 这就是所谓我们定义的大雨等级 所以当我们在想东北 东北季风形态的下雨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是一整天累积雨量 到达一定的数量之后 我们说它叫做大雨等级 当然也不排除 如果说有比较明显的复合带 在我们的外海的话 我们还是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雨的 东北季风的形态 我们典型的就看到很多的 第一层云是从北面下来的 导致我们这几天要注意的是 在关岛的南面 然后还有关岛的东面 各有一个热带低压 这个热带低压的发展 预期在24小时 在关岛南面的这一个 有机会发展成为第23号台风 不过资料上面显示 它对于台湾的影响都不是直接的 不管它是持续地往西走 或者是到了东京130度之后 往东北方向移出去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台湾地区 基本上都是一个高压 笼罩这个高压的边缘 这个高压边缘 从这个大陆的西北 一直看移动下来 我们可以看得到 整个都是高压的一个笼罩 那台湾地区在这个 梯度很明显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沿海的风浪 就会比较大 预期在各沿海地区 然后包含离外岛 仍然还是有9到11级的强阵风 在预测的这个低沉 气流场上面可以看出来 到了3号晚上的时候 也就是4号的白天的时候 有一个高压逐渐出海 我们的红色的部分开始减少了 也就是东北风开始减弱了 连低沉的大气的东北风 也减弱的情形的话 我们的天气要逐渐转好 另外就是南面 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热带低压 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 走到130度的时候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持续的穿过菲律宾 进入南海 另外一个是东京130度 逐渐往东北方向移出去 不管哪一个对台湾地区来说 都影响不是那么大 我们看到风 其实基本上东北风的一个影响 其实还是蛮明显的 至少这三天 今天明天跟后天 这三天都还蛮明显的 然后高压在这个中纬度 逐渐分裂高压出海了之后 我们的风减小的情况之下 预期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至少三天 在假周休的时候 各地的天气 应该还算不错 西半部地区 东半部还是有一些 短暂雨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各地详细天气预报 明天北部地区 尤其是桃园以北 还有东北部地区 宜兰一带 明天仍然是湿湿冷冷的 高温得开 只有22度到23度左右 这是高温 低温的话 清晨的时候 有机会出现 19度左右的低温 那北部地区 大概还是有 23到25度的 这个温度高温 中南部地区 还是因为天气 还是晴朗的 所以说这个温度 还是29到31度的高温 我们说过 桃园以南地区 包含新竹 苗栗 可能仍然是见到阳光 越往南 天气越好 外岛地区 除了马祖有短暂雨之外 其他金门跟澎湖 都是青石多云的天气 以上是今天的准气象 谢谢大家